阿米苏蛋糕 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这个手指饼干的材料 蛋白加入少许的塔塔粉 糖分三次加入 搅拌至硬性发泡 蛋黄加入糖高速搅拌至发白 浓稠花一个八字 它不消泡 若蛋白消泡再打至硬性发泡 加入这个蛋黄糊 搅拌均匀 可以用手搅拌或用搅拌器搅拌至均匀 低筋面粉 玉米粉过筛 要快速的搅拌 避免它消泡 把它放在裱花袋里面 可以放烤纸或不用放烤纸 直接压在烤盘上 160度烤20分钟 要按着你的烤箱的温度来调节时间 迪拉米苏蛋糕 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浓缩吉隆咖啡粉 加上热水 白糖 搅拌备用 吉利丁 吉利丁 加上热水 搅拌 静置 10分钟 备用 蛋黄 加入糖 隔水 小火 搅拌至 发白 蓬松 Cream cheese 搅拌至顺滑 加入蛋黄糊 分次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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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次搅拌至顺滑均匀 刚才已经冷切的咖啡水加入南姆酒 因为我要做好几个蛋糕 所以我也购买了这个手指饼干 和自己制作的手指饼干 像以上影片的方式 一层饼干 一层我们搅拌好的糊 还有一层饼干 最上面那一层呢 我们要尽量把它弄平 敲几下 让这个气泡出来 放在冰箱两个小时拿出来 撒入一些的可可粉做装饰 蛋糕就完成了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我做了一款我非常喜欢吃的蛋糕 就是迪拉米苏 听说里面有酒精的 以前呢我是酒国女英雄 夜夜不醉不归 现在虽然没有喝酒了 但是有酒精的这个蛋糕 我怎么能错过呢 哇 第一次品尝的时候 简直是吃上瘾了 每次都想要去吃 但是很昂贵 现在自己会做啦 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造型 把它放在杯子 滴拉米苏 可以把它放在盒子 放盒滴拉米苏 可以把它放在精美的盒子 可以送里哦 还有放在这个新型的盒子 还有做成蛋糕的形状 如果你做这个滴拉米苏 你想要自我挑战 你可以做这个子母饼干 当然现成的也有啦 你在做的时候呢 在打发蛋白那边 一定要打到硬性发泡哦 连这个蛋黄呢 也要另外加糖下去打 也要打到它非常的扎实哦 画一个八字不消泡 过后这个蛋白跟蛋黄的 搅拌在一起 也要很快速的加上粉 感觉有一点好像在做马卡龙这样哦 连你挤上去的时候 它才会异体 不然它整个踏下去呢 你的饼干就会失败咯 但是还是可以吃的 当然可以吃啦 在做蛋糕方面呢 又都有很多种焦法 我鼓励就是要用蛋黄的 会比较香 这个蛋黄隔热加糖 下去搅拌有杀菌 以前我是用手搅拌很久 现在我用搅拌器 非常的快 它就会发白跟这个蓬松 过后我们就可以加住 这个Green Cheese Green Cheese 如果你经纪可以 当然是买好的啦 如果你不可以 普通Green Cheese 也是可以啦 加上wrapping cream等等 过后呢 就沾这个纸母饼干 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 你要的这个款式 好啦 听说这个Tilamisu 背后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怪不得我每次吃的时候 都有这个浪漫的感觉 好啦 我们的蛋糕成功啦 再见